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吧 那么的话,关于这个背景的这个属性 还有最后一个属性是关于这个是吧 外观的这个啊 它是设置这个背景是否什么呢 是否可以随着滚动条滚动啊 那么这个效果的话 那么有些网页会做啊 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就是体验不是太好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性是干嘛的啊 怎么设置这个东西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好,假如说我来做一个背景是吧 做一个背景 假如说是用 来看一下啊 有一个fire 然后是 网页背景啊 网页背景固定 然后这样一个HTML 好,存一下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这个 好,那么有时候我们想怎么样呢 假如说给整个网页做一个图片的背景 是吧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是吧 好,我们来拿一张图过来啊 先拿一张图过来 看一下哪张图可以做这个背景 啊,假如说这个 啊,随便把夹页拿这张图吧 啊,这张图啊 好,复制一下,然后放到我的这个里面来啊 放到这里面来 好,再列进来 是吧 好,再列进来之后 如果说我想给这个网页 整个网页 平铺这样一个背景 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一般怎么做呢 一般是这么做 是吧 一般是怎么呢 来一个 啊 来一个样式 是吧 来一个样式啊 样式里面怎么给呢 我们把这个什么背景给到body上面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来一个body 是吧 body 这个body就是针对这个标签 是吧 body的话 然后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background 啊 background 然后是这个 url 是吧 url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images下面的这个什么 这个刚刚我放下来这个图片吧 是吧 好 放下来这张图片之后 放进来之后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 是不是以这张图作为背景啊 平铺这个网页啊 是吧 平铺这个网页啊 好 平铺这个网页的话 假如说我这个时候怎么样 想在这个网页上放些文字 是吧 放些文字 比如说这个里面是 呃 来个p啊 啊 然后这个是 网页文字 是这样的啊 啊 网页文字啊 啊 如果说我把这个 放了多一点 是吧 放了多一点的话 如果这个网页比较高 是吧 我来模拟一下它的 高一点啊 高一点 好 这样的一个网页啊 好 然后的话 把这个 p标签的话 给它给点样式 把它给看 看得清楚 比如说它的文字的话 是剧中 是吧 center啊 这样一个 然后它的color的话 来个red 好 这样的一个什么 网页内容 是吧 那么这个网页内容的话 怎么样 是在这个中间 看得没有 是吧 中间啊 在中间啊 那么的话 图片是作为背景吧 所以我们可以在图片上面 随便做一些东西 是吧 它只作为背景 不会占据什么 不会占据网页的空间吧 它只作为网页的背景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那么我们在拖动 这个网页的时候 怎么样 是不是文字和背景图 一起动啊 文字和背景图 一起动吗 是不是这样的 文字和背景图 一起动啊 好 那么如果说 我来设置这个属性啊 设置这个 background什么呢 这个属性啊 好 这个属性的时候 那么它什么效果呢 那么它可以写到 这个什么呢 后面是吧 直接跟到后面啊 假如我跟一个什么呢 跟一个什么 fix的 是吧 那么实际上它就是 设置这个网页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啊 比如background的 这个啊 背景图 看一下啊 background的这个属性是吧 然后这个属性里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fix的 这属性干嘛呢 就是设置这个网页的 背景图不动 是吧 背景图不动啊 那么同时 这个属性也可以写到这里面来 合成一句是吧 好 我单独把它拿出来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样设置完之后 大家看这个效果啊 我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大家看一下我扑动这个网页的时候 看一下 是不是文字在动啊 图片是不是不动啊 是吧 那么有些网页是做这个效果啊 不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怪怪的啊 那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啊 这个图片是不动啊 是吧 网页的外面的这个内容在动啊 里面的内容在动 背景不动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效果啊 就是这个效果啊 好 这个效果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网页的背景不动啊 那么的话 可以把这个注调是吧 把这个注调直接把它合成一句是吧 把它写到fix的 这个地方来啊 看一下啊 好 我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啊 效果是一样的啊 刚才是写成两句 这是合成一句啊 就是背景图不动啊 就这个效果啊 可能有部分的 很少的网页会有这种效果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体验不好啊 这个用户体验不是太好啊 好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就行了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再说后面啊 后面的一些新的东西啊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来说一下 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上次大家回去做了多少啊 我看见有些人做到了 好像做完了 我看见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人做完了 大部分人做了多少啊 做了前面的三个到四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概是这样的 是吧 差不多吧 好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些例子吧 这些例子的话怎么样是应该是什么 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就是说我们平时做布局的时候 如果大家这些例子能够做的啊 理解的比较好的话 那么基本上应对我们平时的这个布局的一些例子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 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是图片的排列啊 是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整体的块居中啊 是吧 像这些东西啊 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还有一个什么 反正这个定位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例子啊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大概就讲的 先讲这四个例子吧 讲四个例子的话 大家就什么呢 讲完这些例子 明天我们再讲下面的例子啊 那么今天的话 大家除了什么呢 把这些例子练一下之外 怎么样 今天还要讲PS啊 讲Photoshop 大家今天晚上就是练一下这些例子 然后什么 再练一下Photoshop 好吧 然后的话 这个什么呢 这个例子的话 做这个布局的这些列集 大家应该是怎么样 每天都做一下 好吧 每天都做一点 这个布局的话 大家如果不练的话 怎么样 就会伸手了啊 大家最好是每天都做一点布局 然后后面如果学到JS的话 大家最好是每天写点布局 然后再写点JS 这么做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布局的话 还是伴随大家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过程啊 因为很多这个属性啊 样式啊那些东西是吧 你如果不练的话还是怎么样 还是容易生疏了 是吧 生疏啊 好 大家就这么做啊 每天就是写点布局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几个例子 首先是第一个例子 是吧 第一个例子的话 这个是一个翻页的例子啊 翻页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列表比较多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它是不是分好几页啊 是吧 分好几页 什么第一页第二页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有很多个新闻列表 是吧 有很多条新闻啊 一页摆不完 比如说一页摆二十条 是吧 然后的话就下 最下面就有一个分页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那么这个分页效果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 外面这个大边框是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 主要是里面这些啊 里面这些方块是吧 里面这些方块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体 这个方块是不是整体的 相对于外面这个框 居中啊 整体是居中的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体这个方块 它怎么样 它这个整体的宽度 是不是可以变的 假设说我如果说 这个里面全是双数的话 假设到了二十几页的 比如说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后面是什么 二十几页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整体框是会变宽一点的 因为这个双数的这个什么 这个块是不是相对来说宽一点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吧 如果说前面的单页的话 应该是 就是什么 相对来说窄一点 是吧 那么说不管框和窄怎么样 这个应该都是相对于 这个整个框居中的吧 是这样的啊 所以要做这种效果啊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这个树里面 如果是单树或者双树的话 这个块左右的话 它的宽度应该是可以伸缩的吧 不是固定的吧 应该不是固定的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是二十二页了 这个宽度是不是应该变宽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宽度也是不固定的 应该说是什么 高度固定 宽度不固定吧 而且整体的这个宽度 也就不固定了 而且整体的宽度不固定之后怎么样 还要相对于这个方块什么 相对于这个方整体居中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首先一点啊 我们这里面的小方块怎么样 只能给高度 不能给宽度吧 是不能给宽度啊 给宽度把它限死了 是不是不行啊 不能给宽度啊 然后整体居中的话 整体这个方块居中的话 我们怎么样 不能用什么 比如说用这个浮动的话 然后用什么 margin left把它挤过来 不行吧 如果你挤过来 你这么做的话 可能是居中的 那么如果整体宽度变宽呢 那么这边是不是多了 这边是不是过来了 那么就是不居中了吧 就是不能用浮动来做吧 你浮动的话 你浮动没有居中浮动了吧 只有左浮动和右浮动 是不是这样的 没有居中浮动了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不能用浮动来做啊 这地方的话 最好是用什么呢 行内块来做啊 用行内块来做啊 好 行内块的话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行内块有一个什么 那个 行内块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大家看一下啊 行内块也叫内宁块吧 内宁块也要是 大家看一下啊 它有一个这个特点 啊 就是说子元素 如果是内宁块了啊 负元素可以什么 通过textalign属性 设置子元素的水平对齐方 是吧 是吧 那就是用这个特性啊 用这个特性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在外面的负元素 设置一个textalign 就会把子元素怎么样 把它居中 明白没有 把它整体居中 水平居中啊 我说的是水平居中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 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啊 这样一个思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怎么做啊 好 好 这个是翻页是吧 新建一个啊 这个拿一个 翻页 翻页啊 翻页效果啊 练习 这个是我把它写在一个里面吧 就写练习吧 练习啊 好 那么来写一下它的效果啊 首先是来一个 新建一个i数楼文档啊 那么的话 这个是 练习啊 好 首先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一般是什么 先把结构写出来 然后再写样子吧 是吧 好 结构的话呢 看一下这个的话 整体的话 像这种的话 还是规范的做法 还是什么 得用ul li来做啊 规范做法啊 如果说大家想做的 快一点 偷懒啊 想快一点 有时候的话怎么样 也直接用div加a来做都可以 div加a标签 因为这里面每个都是什么 都是链接吧 那么现在如果规范的做法呢 还是用ul li li里面再包这个a标签 这样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啊 那么的话 还是12345678910 是吧 10个吧 有10个啊 好 这个点的话另外再做一个啊 好 那么总共有大概有10个是吧 10个 那么加这个点吧 11个啊 11个啊 好 那么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ul 是吧 ul 然后的话 它的这个样式的话 我会写一个什么呢 pagulation pagulation 这个是什么分页的一个什么呢 单词啊 页码的一个单词啊 pagulation pagulation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里面怎么 li吧 好 li啊 好 那么就是li啊 li里面怎么样呢 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a标签吧 a标签啊 a标签啊 a标签里面我先随便写点东西啊 假如说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一吧 页码是一啊 或者是先写个 写个多了的话怎么样 它会自动变号的啊 写多了就会自动变号 我们前面演示过吧 它会1235给你变号啊 好 大概这么样一个结构是吧 然后整体的这个怎么样 是11个吧 11个啊 好 来 11个啊 好 整体的就乘以一个 乘以一个11是吧 好 大概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type键是吧 那么大概这样子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同时编辑要多行 我把每一行给个 给个什么呢 给个警号吧 好 这么点的话 我按ctrl键点 第二行点不了 是吧 那么可以什么 点点最下面一行啊 然后按ctrl键再点 接着往上点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里加个警号啊 加个警号啊 然后的话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上一页吧 是吧 上一页啊 上 上一页 好 上一页 然后是什么呢 就是一二三四是吧 然后是一二 这个是一啊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这个是三 这个是四啊 好 最后这么中间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省令号吧 省令号的话 正好我们用换一个标签啊 因为它的样式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一样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来个spam标签啊 换一个标签就可以了 换标签怎么样 方便我们怎么 方便我们写什么 写这个样式吧 方便我们写样式啊 好 这个是省令号是吧 省令号 可以啊 省令号啊 好 三个点是吧 好 那么后面的话是什么呢 是 这个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啊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啊 二十 然后怎么样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下一页 是吧 下一页啊 下一页 好 这个结构写完了 是吧 结构写完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怎么呢 就做这个什么呢 样式啊 写样式啊 好 Style 好 那么的话 这个首先是这个 Pagulation是吧 点Pagulation Pagulation的话 它这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Ul吧 Ul的话怎么样 它有它特有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先把它特有样式 去掉 是不是这样的 先给它一个list 把它设为一个Lang 是吧 它就没有小元碟了吧 好 然后的话 把它的Market给覆盖掉 是吧 假如它的Market 距离上面50px 然后左右O2 然后是0 是吧 然后把它的Market给覆盖掉了 是吧 好 再把它的Pagulation 给它 什么呢 直接设为0 好 直接设为0 好 这个是清楚掉它默认的一些样式了 是吧 这个是覆盖掉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l 是吧 这个Ul的话 它的宽和高是什么呢 宽是680 高是48 宽600高40 因为还有一个Border吧 是吧 宽600 宽600px 高40px 然后来一个像素的边框 是吧 Border 一像素实现 给它来一个 来一个这个颜色标了没有 颜色没标 颜色没标 我给它一个灰色吧 比如说是666 就是一个灰色 是吧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大概看一下 是这样子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吧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 640 好 看一下啊 这个是600 600x40是吧 大概这样子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它里面的什么呢 它里面这个每个Li怎么样 是什么 快元素吧 快元素的话 每个快元素怎么样 占据一行吧 所以说 只能是什么 上下排 是不是这样的 快元素就是快元素的特点啊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想怎么样呢 让它们排成一行 是不是这样的 排成一行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把每一个快元素 什么 转化一下吧 好 如果说我浮动也可以 那么刚才分析了 浮动不好做是吧 最好是把它转化成什么 行内块吧 Page relation Page relation 下面的这个Li 是这样的 Li Li的话 那么把它转成什么 Display 给它拿一个 Inline block 是不是 转成 好 那么的话 转成快元素之后 转成行内块之后 那么再来看一下 它有些什么公共的样式 是吧 有些什么样式 那么它的整体的高度是26 是不是这样的 高度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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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px 好 那么应该整理还要一个 他们整理每个是不是有背景色 背景色的话 看一下 那么 有一个gold是吧 gold 背景色的话 来一个background的color 是吧 来个gold 是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概的效果 是吧 大概的效果 好 来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好 这样子说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怎么样 有这个什么间隙吧 是吧 有这个莫名其妙的间隙 是吧 所以我们得解决掉 是吧 我们这个间隙 我们得自己设 是吧 这样的 不用你来怎么有这个间隙 是吧 一般的话我们不好控制 好 间隙的话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是什么 这个负极怎么样 给它一个front size 什么 给它来个0吧 是吧 0 好 仔细再来一个front size 是吧 仔细来个front size的话 是 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是 12px吧 是吧 12px 来个front size是什么呢 12px 好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是吧 再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可以了 是吧 基本上爱在一块了 吧 接着的话我们来自己设它的 什么呢 这个什么 一些属性吧 好 首先的话怎么样呢 那么它整体的这个 整体啊 整体的话我们想象它什么呢 是水平居中吧 整体水平居中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负极上面设一个什么 text align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负极是块 子极是什么 行列块的话 负极可以什么 直接设text align 来影响它的水平对起方式吧 text align 来个center 是吧 center 好 然后的话 它们就怎么样 就水平居中了吧 水平居中啊 好 接着的话 它们要垂直居中的话 怎么样呢 整体是什么呢 整体是这个什么 二十六吧 整体是二十六啊 那么的话 有同学说用line height 那我不建议啊 line height是针对文字的 是吧 我们是针对这个块的啊 针对这个块的话 正好是直接用marking把它挤下来就行了啊 因为整体是二十六嘛 那么外面是多少 外面是四十是不是这样呢 二十六四十的话 那么上下是什么 七吧 是吧 七啊 给个七就可以了 是吧 来个marking top 来个七啊 marking top marking top 来个七个像素啊 TPS 好 TPS的时候 那么大概的话 它就什么呢 就垂直居中了 是吧 就垂直居中了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 怎么样呢 还是什么 离这个 还是有点距离吧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之间 是不是有这个间距啊 每一个之间有间距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间距大概是 十吧 是吧 大概是十啊 这个标准啊 好 那么后面我们做 做实际的开发中 时候 有 有什么 有实际的图给你 我们用能可以精确的量啊 可以精确量啊 这个地方我们大概猜一下啊 大概猜一下 大概是十吧 十的话 可以怎么样呢 左右给个 左右给个五 是不是可以啊 左右 每个左右都给个五 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可以这么给啊 margin top是七吧 是吧 margin上下是七啊 比如说上面是七啊 左右是五PX 是不是可以啊 左右是五PX啊 好 下面给个零 是吧 这样也行吧 这个上面是七 左右是五 下面是零 啊 这样行吧 好 这样啊 好 这样的话 那么再来看一下 那么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 是不是左右都分开了 左右都分开了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好像还是不好看 是吧 不好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应该是什么呢 嗯 应该是文字怎么样 文字居中吧 文字居中啊 好 文字居中 而且文字左右 还有一个间距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还有一个间距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现在这个文字怎么样 是每个文字 是用A包起来的吧 用A标先包起来的啊 我们最好是怎么样呢 就是鼠标 放在这个上面之后 最好是整体的有响应嘛 我们这也做过类似的 是吧 最好是整体有响应 比如说我放在这个 上一页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响应呢 我鼠标放在这个颜色下面 是不是没有响应呢 是不是这样的 最好是什么 整块都可以hold 整块都有这个手指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把A转化成什么 把A转化成块吧 现在A什么 A在一个LI里面 A是一个什么 A相对于是一个什么 A是一个行列元素吧 行列元素 它的大小是什么 文字称开的 明白没有 知道 我们最好 A的话和这个LI一样大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让这个A和LI一样大 LI就是这个金色的这个区域吧 让这个A和LI一样大 A怎么样 它本身不能设置宽和高吧 你现在想到它 支持矿高怎么样 B把它转一下吧 转化成块或者行列块都行 是吧 因为每个LI里面 只有一个A 是吧 那么也没有什么间隙的问题 我是说的 每个LI 每一个独立LI里面 是不是只有一个行列元素啊 是吧 那么你转化成块和行列块都行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把这个每个里面的A 是吧 每个里面的A 然后拿一个Display怎么样 拿一个Block 是不是可以啊 Block啊 DisplayBlock 那么是不是转化成块了 好 转化成块了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没什么效果 但是怎么样 它的宽度是什么 是整体的宽度啊 高度的话怎么样呢 高度啊 高度的话 拿一个高度就可以了啊 好 高度的话是什么 是26吧 高度是26啊 高度是26PX 是不是这样的 好 然后的话 我想让这个A里面的文字 垂直居中 怎么做啊 那么用Line Height吧 Line Height啊 Line Height 26 26PX啊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是不是里面的文字怎么样 是不是垂直居中啊 然后里面的文字怎么样呢 就是还有一个下画线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再来看一下啊 好 稍微这个地方有点问题是吧 这边有点问题啊 好 我们等会再说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字怎么样 左右应该还有间距吧 左右还有间距啊 左右还有间距 我们最好怎么样呢 用这个padding 是不是可以啊 padding是不是可以挤开啊 挤开左右的padding值啊 而且它怎么样 宽度也没事 它就会自动的挤宽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A里面的 来个padding啊 padding的话 那么就是上下不给吧 上下用Line Height已经够了吧 好 我只是左右给padding啊 上下给0啊 左右假设给个10PX 左右是不是有10的 这个间距啊 内填充啊 内填充的话 是不是把它撑开了 刷新一下 是不是把它撑开了 是吧 好 左右把它撑开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这个 啊 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 现在是文字吧 文字的话那么怎么样 下画线把它去掉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字体是吧 字体啊 好 文字 文字下画线的话是什么 text的什么 text的 text的 text documentation把它设为Line 好 text documentation把它设为Line 然后没有这个了 是吧 然后文字还有什么呢 font 然后是什么呢 雅黑是吧 好 然后我可以写一下 把它 把它用一句可不可以写出来 是吧 来font 然后来一个什么呢 lomer吧 然后是 大小是12PX 是吧 然后横高是26吧 26PX 然后是雅黑吧 好 ma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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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雅黑 是吧 雅黑啊 好 这个文字的话 那么还有一个color吧 color是什么 这个 黑色是吧 大概是黑色啊 好 黑色啊 好 警号000 黑的啊 黑的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 是吧 好 下方线啊 text documentation 把它设为Line 是吧 好 好 这个大概就好了 是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样之后 lomer的话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什么 这个虚线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什么 这个省略号啊 省略号的话怎么样呢 它这个什么 它也是一个li 是吧 li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怎么样呢 把这个背景色啊 我不要给到li上面 我最好给到a上面 是不是可以啊 给到a上面之后怎么样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是什么 用spam包的吧 那么它是不是就没背景色了 你现在给到li上面 每个li都有背景色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背景色给到a上面 实际上也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a什么 跟li是不是一样大了 是吧 我背景色给到a上面 实际上也一样 是吧 好 这个条件没有背景色 那么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再把这个背景色 给到这个a上面啊 给到a上面 那么是不是 这样子了 就可以了 可以了 是吧 因为a和li的大小是一样的 但是 a表现有背景色 我们这个整理号是什么 用spam表现做的吧 是吧 那么spam我没有给背景色嘛 是不是做成这种效果了 是不是这个效果啊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好 那么如果说你还想做点 做点效果是吧 假如说鼠标放到每个上面 有点效果 是不是可以这么 是不是再加点效果啊 加点效果的话 看一下加个hover的效果 是不是可以啊 加个hover啊 比如说这个 拿一个hover是吧 再来一个hover啊 hover的时候怎么样 给他来一个什么 背景色给他来一个什么呢 假如来一个red 是不是可以啊 好 再来一个color 给他来一个白色 是不是可以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有这个效果啊 是吧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分页的这个制作啊 分页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 假如说这里面前面什么 是这个11页 是吧 我把这个改成11啊 看一下 假如这个是11是吧 这是12啊 大概的啊 这么随便改一下啊 假如11 12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整体的变宽呢 但是还是居中吧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的制作方法啊 这个制作方法 这个是2啊 这个是2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什么 分页的这个效果啊 分页的效果的话 我们是什么呢 刚才是什么 把这个Li的什么背景色 给到什么 A 是吧 那么给到A 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Hover吧 是不是可以做Hover啊 是不是可以做Hover啊 那如果你给到Li的话 你Li做Hover等会怎么样 那么这个 这个怎么样 它是也有Hover世界吗 按理来说 它应该没有Hover的吧 它只是一个省略号 是吧 它不连接到某一个页 是吧 不连接某页的话 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响应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分页的这个做法啊 分页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啊 第二个例子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这种导航条啊 这种导航条的话 一般是做在什么呢 做在页面底部的啊 一般做在页面底部啊 底部会做这样一个导航条啊 这个导航条的话 那么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文字怎么样 每一个文字的话 怎么 就是中间有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 树杠吧 是吧 每个文字有个树杠啊 这个树杠的话 那么可以什么呢 可以用背景图来做啊 背景图来做 或者的话 可以用什么呢 直接用文字的树杠也行 啊 用文字的树杠也可以啊 这个做法的话就是 用文字的树杠的话 可能稍微多一点点代码啊 啊 用背景图的话就是每一个什么呢 这个右边都有一个树线啊 这种做法 每个右边有一个树线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是用这个 呃 用这个什么呢 树杠来做的话 那么是不是好做一点 树杠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好做一点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档案条啊 好 我还是做到这个页面上吧 比如说这个档案条的话 那么建议还是什么呢 还是用ul li来做吧 是吧 ul li来做啊 ul li 那么就是拿一个什么呢 ul啊 然后是点这个拿一个什么呢 menu吧 menu啊 menu menu的话然后是li是吧 li的话然后是 嗯 好 li的话这样子是吧 这个的话 这种什么是有链接的吧 我们可以用什么a包起来吧 这个怎么样 可以用spam包起来是这样的啊 什么样包起来啊 好 那么可以这么做啊 拿一个大概是多少的 1234567啊 7个是吧 7个啊 8 9 10 11 12 13 啊 好 先乘一个7吧 啊 先乘一个 整体乘一个7啊 乘一个7啊 好 乘一个7的话 那么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 这个a里面先给他一点文字吧 文字比如说这个是 给一个文字啊 给一个网站建设吧 网站建设 好 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这个效果 这一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之后那么的话 把他们的这个给上啊 这个 好 好 这样子啊 那么如果说这个速线我想用这个直接用这个速线来做的话怎么样呢 在这里面再给什么呢 比如说Li Li Li 然后是什么 Spam 是吧 Spam 这么写啊 好 Spam里面给这个速线 是不是可以啊 这么给啊 好 也可以这么做啊 每一个加个速线吧 每一个加个速线吧 是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 那么结构当 结构基本上写好了啊 结构基本上写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样是怎么写啊 比如说这个点Menu是吧 点Menu一样的啊 效果的话跟这个 这个也是960是吧 96042 好 这个比这个宽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说有点怪怪的啊 96040啊 好 960 那么应该是958吧 是吧 958啊 好 那么这个宽度是什么呢 啊 958是吧 958PX啊 好 同样的他还要做这个效果是吧 还是要把这几个 来一下是吧 一样的是吗 先把这几个样子给清掉吧 清掉啊 好 958 高度是40啊 高度是40PX 然后的话 给他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这个 嗯 Border是吧 Border 然后是 一项数 一项数 实现 给他拿一个 000啊 好 那刚才是666吧 统一吧 666啊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这样的吧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个效果做完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些文字什么呀 要聚中一下 是这样的 然后每个文字什么呀 看看是还要排成一行 是这样的 同样的 那么 因为他怎么样呢 要到什么 还是什么水平聚中吧 我们同样的怎么样 还是得做什么 做这个 行那块是吧 同样的 用行那块吧 啊 那么也是menu下面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Li吧 那么 Display inline block 是吧 inline block 然后的话 每个Li 每个Li 好 然后的话 呃 好 然后的话 menu里面写个textalign 给他来个center 是吧 textalign 来个center的话 那么怎么样 就聚中了吧 好 他排成一行 然后center 就聚中了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就聚中了吧 聚中之后啊 聚中之后 接着他们 之间应该还是有间隙吧 有间隙 还是把间隙 给他去掉一下啊 这个是 Font什么呢 Font的Size 给他设为0啊 好 这里的Font的Size 来设一下啊 Font的Size 给他设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12吧 12还是 14是吧 14啊 好 14px 好 好 这么设完之后 他们怎么样呢 就什么 就变紧凑的啊 变紧凑的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就是 这里面的Li 是吧 Li的话 每个Li是相对于什么呢 整体的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 呃 整体的应该是什么 这个文字相对于整体的什么 是垂直去动的吧 把垂直去动我们可以这么做 既然是针对文字的话怎么样呢 针对文字啊 针对文字的话我们可以 呃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Li的高度可以设为和什么 和它一样高吧 Li啊 好 那么高度的话可以设的跟这个外面的高度一样高 就是40px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做里面的这个A 是吧 里面这些A和Spam 是吧 好 这里面的什么呢 A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把它一样的 把它转成什么呢 块吧 可以转成块啊 好 Display给它拿一个block啊 block之后 那么它的宽度就等于Li的宽度 是吧 那么的话 我把它高度也设为什么呢 40px 是这样的啊 设为40px是怎么样 这个高度怎么样 是不是和Li的高度一样啊 好 Li的高度一样之后 这个时候我怎么样 A是块吧 它的高度是40 我给它一个line height给它来个40 是不是怎么样 水平去中了 出的 锤子去中了吗 锤子去中了啊 好 锤子去中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它们之间是不是锤子去中了 锤子去中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每一个这里面的A里面的这个文字是什么 14 亚黑 333吧 14 亚黑 333啊 Font Font啊 然后是Lover 是吧 然后是 40px啊 好 这一句就不用写了 是吧 好 这个是14px 然后40是吧 然后是亚黑吧 亚黑啊 我拿过来吧 好 这个写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是吧 好 呃 好 那么还有什么呢 Text line 给它来个什么呢 Text operation吧 Dockeration把它设为Lum吧 Lum啊 好 然后Color的话 给它来一个这个 Color的话 来个黑色吧 000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 看一下效果 刷新一下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什么呢 它们之间应该有间距吧 这有间距啊 这个间距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间距给到什么 给到这个 每一个A也可以是吧 给到每一个A也可以 给到每一个 这个什么 竖线也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给到每个竖线啊 好 我可以这么给啊 给每一个竖线啊 每一个 每一个竖线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spam吧 好 spam啊 spam的话 那么也设置一下 它的这个文字 是吧 这个竖线实际上 也是一个文字吧 也是一个文字啊 它的这个文字的话 也可以跟它设成一样的啊 然后是也给它 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 也给它转一下吧 display block啊 然后是height 是什么呢 也是40啊 40px啊 然后的话 它这个文字的话 也设的跟它一样啊 设的跟它一样 好 那么这个spam 本身没有下话线吧 不用设了啊 接下来我们要设一个东西 就可以了啊 把它设它一个 把这个spam设个margin 是不是可以啊 margin啊 好 margin那么 上下的不设 左右设一下啊 上下为0 左右为 20px 看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 是不是什么 这个每个数线 都把左右两面给推开了 左右两面给推开了啊 好 这样子的话 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左右两面都给推开了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再做一下这个什么呢 A的什么 A的hover的事件吧 A的hover啊 好 这个hover hover的话 给它拿一个color怎么样 拿一个什么呢 警号 ff8800 是精确地去量的啊 精确去量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再讲一个例子吧 再讲一个例子啊 讲一个例子的话 是关于这个啊 这个例子的话 什么呢 就是这个菜单是吧 这个菜单的话 应该好做啊 这个菜单好做啊 就是说 有一个new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标志吧 标志啊 好 这个标志的话 再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还是写在这里吧 是吧 一样的 是吧 再来一个ul 然后是 这个是menu menu menu02吧 然后是 再来的是li 是吧 li里面 再来一个a 是不是这样的 来一个a的话 那么这个里面是多少个呢 一二三四五六 七个是吧 七个啊 好 乘以 然后是a里面讲说 也是来个 公司简介吧 公司 公司 简介啊 公司简介啊 然后整体的来个 来个七个啊 乘以一个七是吧 好 乘以一个七 你看 好 这里来一个这个效果 是吧 底儿是吧 错了啊 好 这个地方是点啊 点 好 然后 然后的话 这个整体 给他一个警号吧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 那么这个的话 应该是比较好做的啊 menu02啊 menu02的 它的样式的话 就是这样子啊 点menu02 它的样式的话 是宽是多少呢 宽是什么 960高是40吧 宽960高是40啊 同样的我们还是把这个重置的样式拿过来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重置样式是不是每个U啊我都得写啊 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后面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怎么样 会把这个重置样式把它什么单独的放在一个样式内里面啊 包括其他的标签都会这么做的啊 好 然后宽度是960 960px啊 好 高度是什么呢 40px是吧 好 背景色的话给他拿一个什么呢 背景色是一个什么颜色 55A81A是吧 好 警号啊 55A81A啊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同样的这里面的每一个什么呢 是靠左对齐的吧 靠左对齐之后我们可以什么做呢 用浮动吧 用浮动啊 浮动的话每一个宽度是100 高度是什么也是40吧 好 那么的话menu里面的啊 menu02里面的li啊 宽度是100啊 宽度是100px啊 好 高度是什么呢 40px 然后给他拿一个float 拿一个left 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靠左对齐吧 靠左啊 好 那么每个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 什么 这个菜单是什么呢 是相对于100什么呢 这个宽度水平垂直去中吧 啊 水平垂直去中的话 那么我们最好是什么呢 把它做到a里面去吧 因为a的话 最好是A什么 整个一块都响应嘛 那么同样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什么呢 这里面的a啊 这里面的a啊 这里面a是怎么样呢 给他拿一个什么呢 也是什么呢 Display给他来个block吧 然后的话 宽是100啊 100啊 好 高是40px啊 40px啊 然后的话给他拿一个什么呢 水平垂直去中吧 line height给他来个40 就是垂直去中了 是吧 Tensor line给他来个什么呢 center就是水平去中了吧 好 然后的话这个 好 分开写吧 分开写吧 分的size是多少呢 分的size是14 雅黑白色是吧 分的size是14px啊 好 分的family 分的family来个什么呢 来个雅黑是吧 雅黑啊 好 这个是分开写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color的话 给他来个白色是吧 白色啊 好 这个做完之后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基本上这个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然后每一个什么呢 给他来个text的doctoration 把它设为lum 把这个下滑线取消吧 好 取消啊 好 下滑线取消之后 那么现在的话 基本的效果出来了是吧 那么接着是每一个什么呢 上面是不是有个hover的事件呢 是吧 使用它放上去怎么样 就变成这个颜色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hover 给到a上面吧 给到a上面就行了啊 比如说再来一个hover啊 好 hover的话 那么就是怎么样呢 给他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 呃 background color是吧 background color 给他来一个警号是这个 00619f是吧 00619f啊 好 然后的话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是不是可以了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了 是吧 可以了吧 好 可以了啊 好 这样一个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 是吧 好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ew是怎么做的 是吧 这个new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图片 然后把它定位到这里啊 好 这个图片在哪里呢 那么大概是在这里啊 在这个前段课程资源里面 有个图片资源 有个emerge里面有个什么呢 这是不是有个new啊 把这个new拿过来啊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 好 粘贴进来啊 粘贴进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这个图片 我看一下它的大小啊 好 属性 然后看一下它多大啊 在这个详细信息里面有个 宽是33 高是20吧 33 高20啊 好 那么这个图片怎么放呢 我们可以这么放啊 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menu2里面 再给个li啊 再给一个li 好 li里面再包一个什么 emerge啊 有朋友说 你直接给个emerge行不行啊 可以放到这里面来 不过不规范啊 那么ul里面一般是放li的 是吧 那么最好是怎么样呢 再放一个li 包一个emerge啊 这个images images下面的这个什么 6吧 好 这个是 alt等于一个什么呢 6 标签啊 图片 好 那么这放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那么放进来之后 刷新一下 那么 放到这里来了 是吧 这里来了啊 那么现在我们要放到这个 大概是这个地方 是吧 第几个 第1 2 3 4 5 第5个上面 是吧 第5个上面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又用到什么 定位吧 定位啊 好 定位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 就是我给这个什么呢 给这个什么 单独来一个class吧 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6 好 好 那么的话 我如何写它样式呢 那么就是这么写 是吧 那么就是 manu2下面的6 是不是这么写啊 好 叫做它的宽是什么呢 宽是这个33px 好 高度是什么呢 20px 这个是不是写的什么呢 写的这个图片的大小啊 就是说我这个li怎么样 刚好什么 刚好是什么 就是框住这个图片吧 框住这个图片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好 那么的话 那么如果 更好的写法的话 我们可以什么呢 再省一个标签啊 省一个标签的话怎么样 把这个图片不要了 不要这个图片啊 怎么样呢 我们作为它的背景图 是不是可以啊 是不是可以啊 作为它的背景图啊 这次可以省一个啊 比如说Background 来一个什么呢 URL吧 然后Images里面的什么 这个new吧 然后怎么样呢 来一个low repeat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让它不重复 直接填一个就行了 是吧 本来它就只能填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的大小跟那图片大小一样嘛 好 这么写完之后 再看一下 那么还是这个图片 还是在这里是吧 还在这里吧 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是以什么 背景图的形式进来的吧 看见没有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我想把它定位在这里来 是吧 那么就怎么样 给它打一个定位吧 来个假如来个position absolut是吧 然后假如说left给它一个什么呢 left先给它一个100 好 top的话先给它一个什么呢 top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假如说是20ps 我随便给它两个值是吧 好 给它两个值后 大家看一下它跑到哪去了啊 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它是跑到这里来了 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啊 因为它是相当于body吧 我现在想让它相当于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的腹脊怎么样 得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 relative吧 是吧 relative啊 好 position给它一个relative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它相当于它 跑到这里来了吧 这是100 这是这个是吧 好 接着的话 那我们来调一下它的位置 是吧 它的位置的话可以什么 点检查吧 然后是什么 可以在这里调吧 是吧 在这里啊 比如说这个left 调到什么 第五个上面去吧 第五个啊 第五个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精确算吧 是吧 第五个的话 那么大概是500 那个地方是吧 432是吧 然后top的话是 负10吧 是吧 432 负10啊 432 432 然后这个是负10 是吧 负10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放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 好 这个就用了定位了啊 好 用了定位 那么如果说怎么样呢 我这里再讲一下 那个有个问题啊 假如说这个 这个高度啊 假如说这个menu的这个高度 我不给是吧 这个menu啊 menu02 menu02 假如我高度不给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menu02的高度 如果不给的话 怎么样 那么怎么 双心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高度 是不是出不来啊 出不来的话怎么样 是因为什么 这个浮动的东西什么 撑不开它的位置吧 撑不开它的位置之后 我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 给个什么 overflow hidden吧 overflow hidden啊 overflow hidden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然后怎么样 高度是可以撑开的啊 高度可以撑开之后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被裁切掉了啊 这就是那个问题吧 知道没有 就是overflow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 会把什么定位出去的元素 给裁切掉吧 所以说如果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得怎么样 用那个什么 clearfix吧 clearfix啊 要记得啊 如果用clearfix的话怎么样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 这里解释了一下啊 解释了这个效果啊 好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好 好 这个高度还是给一下啊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好